當人家國家裡面 有發生這種政變的可能的時候 你明明已經知道 為什麼孩子要去 這個就是出訪的時機不對嘛 因為外交訪問是國事訪問 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那當人家國家已經發生這麼大的 這個政治上面的動盪 你今天去 這個其實就是打擾嘛 對人家來講 誰有心好好接待你啊 大家在意的 現任的總理是在意說 他會不會被導折成功 然後接下來可能要挑戰的 這個副總理想說 我要怎麼樣想方式的法 去把它拉下來 所以都無心於 跟我們真的好好去談 到底我們兩國的邦誼 我們真正要處理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都已經無心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出訪 我覺得時機上 其實就是不對